她经常昏迷着 昏迷时就像植物人一样 僵直地躺在床上 面如死灰 醒来时 剧烈的头痛让她感觉整个头像要炸开一样 脸颊的肩肉不由自主地净卵着 两年来的纷纷渺渺 并莫就这样死死地纠缠着她 折磨着她 折磨着她 她那伊亚 伊亚的身吟声更是揪着亲人们的心 全家无时无刻不处在担心忧虑而又无可奈何之中 她叫沙特宁 是英国人 从小头部就出现了病症 记忆力很差 不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 有的时候 她的头脑会瞬间一片空白 傻傻地待在那儿 想不起 手头正在做的事情 过一会儿才能恢复正常 多年来 为了治病 父母带沙特宁几乎走遍了各大医院 英国现代化的医疗设备 和有着丰富经验的临床医师 技术超强的神经 科 耳科 骨疗专家等等 面对沙特宁的病症 都无能为力 可怜的沙特宁 只能与床为伴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顽固的头疼病越来越严重 有时候 呼吸都很困难 后来 一位骨疗专家诊断说 她的所有病症 都是因为头盖 骨受到压迫而造成的 仿佛死神就在沙特宁身旁 随时要将她带走 恰好在这时 沙特宁的姐姐开始修炼法轮功 姐姐万分惊喜地 把英文版法轮功 送给沙特宁 捧着这本书 倾听着姐姐 对法轮功的介绍 沙特宁顿感心旷 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 于是 沙特宁参加了 当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 法轮功九天讲法录像班 当沙特宁经历集中的 看完李洪志先生 讲法录像第一讲 英语配音后 明显感到做 前额头盖骨往前推进了 那是一股神奇的力量 第二天 又前额头盖骨 也向前推进了一步 冥冥中 造物主正轻轻挥动手臂 为他赶走病魔 修复着他的头部 从此 他的身体迅速地恢复 头痛的症状开始消失 沙特宁的脸色变得红润起来 渐渐地 瞬间失忆的病症也没有了 沙特宁成为了一个健康的正常人 他可以集中住 一里做自己的事情和工作了 一个全新的世界 展现在沙特宁的面前 就为了大自然的沙特宁 伴随着尤阳悦尔的练功音乐 开始洗脸舒缓优美的功法动作 他尽情享受 体会着法轮大法 给自己生命带来的无限美好 沙特宁每天坚持看转法轮 认真按照书中说的去做 沙特宁的太太亲眼目睹丈夫日渐康复 重获新生 他悄悄地捧起了英文版转法轮 居住在印度的嫂嫂 见证了这一奇迹 也练起了法轮功 现在 精力充沛的沙特宁在一家便利店工作 工作之余 他常常向顾客们 讲述他的神奇经历 向人们介绍法轮功 他感觉法轮功太好了 他希望能和每个所遇到的人 分享修炼法轮功的美好 感谢观世 帖宁 % Dutch